大家好,我是某夏,这里是命运北战,我们今天坐6420次普克老绿皮车,从这里回家。 车站的工作人员很友善,看见我挂着相机,还和我聊了几句摄影,只要是车迷,并没有阻止我拍照,我才能在站台上不受干扰的记录下这一次进展。 本屋机车东风4D4123,霍基拉克。 平日四节编组的客车欠编一节,由一节硬座25B和两节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硬座22B组车。 硬座22B组车,把两件22B组车刷并很轻松,保留了颜有经典立体车的颜色。 6420次在本站只有火候风两个人上车,毕竟40分钟后的游514次更快更舒服,还能直达北京东站,所不是车迷,或者说在水中间的那些小站,为什么不做了吗? 硬座22B啊。 硬座22B啊。 一声垫底,列车缓缓驶出迷云北战。 只有三节可车,能感觉出机车拉得很轻松。 即使是在列尾 柴油机的轰鸣依然清晰 加上轮轨的摩擦声 与铁风挡和踏板的碰撞声 共同奏出一曲属于那个时代的交响乐 没有空调 因为是冬天 也就没有挂电风扇 座椅上没有罩 窗户可以打开 摇摇晃晃 仿佛除了墙上的告示 一切都回到上一个时代 手机录像并没有那种感觉 我们来看照片 金色的阳光透过车窗 洒在墨绿的椅子上 如同回到1995年 车厢里挤满了星星色色的人 摇摇晃晃的火车 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希望 时向远方 试过境迁 飞植的高铁与刷绿的后备们 几乎取代了冷旧的绿体车 曾经拥起的车厢 也变得空荡荡 只有零零星星的几名乘客 乘务员 与冰冷坚硬的钢轨 陪伴这位老兵 走向那个很近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出现的重点 陈归陈 土归土 世间万物都有消失的那一天 我们能做的 就是记住 他们曾经存在过 并且感谢他们带来的 那些美好 这里是同军庄站 出站的这一声电笛 是我以前在北京站拍车时 经常听到的声音 也是我到了东京后 最想念的声音之一 听到它 就能想起在北京拍车时的 欢乐时光 想起我的老同学们 想起以前的那些 美好的回忆 锡炼池是全部锈钢的 水不能喝 厕所是直排 相信也没什么人想看 锅炉房上了锁 对面的角落里 好像有点灰灰 门上的油漆也早已斑驳 地板上落着陈年的尘土 封挡是老式的铁封挡 因为容易夹手 也早已被淘汰 把手上的油漆已经有些脱落 地上铁锈与尘土混合在一起 像路人诉说着 这辆车几十年的 风风雨 RB这种老绿皮车 没有公调 冬天取暖靠烧煤 夏天靠开窗 和电风扇吹 而且小蘑菇就是通风用的 接住车顶的通风口 其实在之后的 R5G型车车顶上 也有小蘑菇 不过是有一点 第一家是厕所 那公楼是用来 给厕所排风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 坐广义上的火车 是北京地铁 1号线的DKZ4 那之后好久 我都觉得 全世界的火车 开起来都是 动用GTO的那个生意 而第一次坐火车 是从北京 去天津的双层硬做车 具体型号已经忘了 直接的当时 想坐上层 但票是下层的 不过还是很辛苦 几年后 静静成绩修好了 而家人要坐高铁出门 我也兴奋地 去南站送行 门想买站牌票 结果已经没有再卖了 很伤心 于是父亲直接 买了去天津的往返二等舟 小运转了一圈 那叫一个老星马 那次南门那边 我要练练空前水 我珍藏了好久才喝了 后来又想做和谐号出远门 于是我爸托朋友买了去上海的软路 到站台上时 我看到白色的BSP25T 真的以为我们就要坐动车了 车上也兴奋地一晚上几乎没睡 等到上海站 我们走到车头 看到东风11G小猪身上的跨越两个字 不是和谐 还有一点失望 当时站的是啥都不懂 现在想想 近乎13猪 BSP软卧25T还是原色 美好时光一去不返 而小猪也成了我最喜欢的城 几年后 在刷历大潮到来之前 做审局原色硬卧25G 同学们一起去了上场外山 那会儿大家在一个阁段里 开热点玩Minecraft 一个哥们想让我们看看 他的墓游大城堡 结果我们进到他的墓游大楼 每人泼了一桶岩浆就泡 小嘻嘻地看着他马里也泼睡 等到晚上 泰哥在一起分享泡面和礼拜 回城时 还被熬夜看世界飞的同学同行 本来还想接着睡 结果一听5比0立刻惊得了 吃过早饭 看着大佬做视频 还不激用心 和喜欢的女生表白 那么 你有什么帮你护车的朋友吗 两个小时的旅程即将结束 而我或许也到了 要和绿皮车说再见的时候 感谢友好的战务和乘务 感谢北京区能来选择 让这样一趟车继续跑下去 服务沿线的居民 感谢20多年来 任劳人员的汽车与RB 感谢旅途中各位的陪伴 祝你好 好 想念念不舍呀 姑姑们这儿可能就没有下次了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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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仍然是很好的朋友